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名人站Chuny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 在面前這一款Kuchi Kuchi今季出了不少新款式 包括這款月牙包 又或者大家也會稱呼 翼下包 款式上亦做了 拼皮、拼接 做了GG 拼接牛皮的布質 感覺上 軟纜兼絲 鎖扣位置也是非常突出的 和以往的鎖扣有少少不同 它的細節位置也會做回自己的Logo 這個鎖扣會介紹一下 如何開啟 現在先說一下它的外形 它是一個翼下包 亦會跟兩條肩帶做配備 我稍後也會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看 加肩帶 它會做一個斜背包 或者側背都可以 鎖扣位置會比較長 如果是翼下 我稍後也會示範一下 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薄長 其實主要它的鎖帶 都是比較闊 就算什麼重的東西也不會累 而且它的底部也做了全皮 重的東西也OK 而且它也有少少厚度 如果裝得多的東西也沒問題 餃子形狀 可以示範一次給大家看看 因為翼下包這個形狀也非常可愛 大家背上來的時候 可以側側地把包包放在後面 就不會夾著不舒服 或者手腕也可以 現在再介紹一下裡面 這個位置是一個白樓 按一下就可以打開 大家按的時候 可以一隻手按住 另一隻手打開它 因為這個是一個柱形狀 它放進去的時候 就是這樣 它就會鎖緊 按一下就可以打開 講解一下裡面的容量 也是非常歡闊的一個間隔 立即放到長錢包 電話 女士日用品都OK 沒有問題 而它也非常貼心 做了一個拉鏈的來鐵袋 立即客人放一些私人物品 也是比較豐闊 放多銀仔 100塊湯等等都OK 沒有問題 而它經典的內裡 也是做了一個面膜 也是一些非常舒服的顏色 令整個包包的拼接 都非常調和 現在示範一次 它的肩帶位置是可以拆射的 現在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它博長了做車背的款式 這個位置是一條博長的肩帶 現在示範一下 跟一般皮帶一樣 都是拼接 這樣扣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全身 所以皮質還是一個 極度新出出的狀態 剛剛用的時候 可能需要調校一下 肩帶位置有很多不同長度的孔 我現在先調校中間的位置 示範一下給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 它的長度是適合不同高度的女士 可以側背 斜背 長身 短身都OK 現在才示範這個側背 又或者是斜背 而這條肩帶 亦非常方便 扣上去便可以用 是逆下包的時候 可以用到的 現在就擦一擦 肩帶位置 變回逆下包 給大家看看 這款的粗帶 亦是做了拼接顏色的 紅黑相間 亦是做了經典的金色扣 細節位置亦有Cucci的Logo 整個顏色做了呼應 黑色的皮 紅色的肩帶 非常淡麗的顏色 現在示範一下給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 好像衣夾般的形狀 按一下便會打開 不同的長度 適合不同高度女士 現在是一個側背的長度 如果想斜背 可以調長身一點 斜背都OK 但是這個位置 可能會有一點頂住 要先調長條肩帶 這個位置 調到最短 就可以做到斜背 最短的話 它的長度大概是這麼多 如果斜背的話 都沒有問題 可以做到的 手術的女士都可以 手術的女士都可以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款式 可以來 清沙咀明人讚 門市找我 Gini購買 也可以下載 我們的APP購買 如果大家喜歡 這條短片 記得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可以按鈴鐺 定時有更新短片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